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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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泰国曼谷著名购物中心 邪罗百利公发生枪击案 旁边的店员招呼我们禁店 然后告诉我们有枪手 泰国曼谷的邪罗百利公购物中心 在星期二发生了枪击事件 一犯年仅14岁 枪击案件造成两人遇难 死者为一名中国人以及一名缅甸客工 14岁的少年为何能够身怀手枪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泰国是 允许国民合法持枪的国家 但是它却对枪支的管理并不严格 根据泰国官方数据显示 泰国大概有1000万支枪械 这代表每平均100人当中 就有15.1人是拥有枪支的 这可是在亚洲仅次于巴基斯坦 而这起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 泰国面对的枪支泛滥问题 事实上泰国本来就在面对枪支暴力问题 因为慈祥犯罪杀人案层出不穷 非常可怕 而这次的相机事件也势必会引起 外国游客对泰国的治安问题的恐慌 很不巧我跟我的家人就购买了11月 飞往曼谷的机票 目前也在讨论是否要放弃机票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红尼传媒 我是Chloe 到底到泰国旅游是不是太危险 全国售卖大马店铺烧过4000多家 到处都有抢劫 人口贩卖还是贩毒诈骗的问题吗 近年来尤其是因为大马和法话过后 社交媒体上就开始在报道 关于泰国安全隐患的问题和犯罪课题 泰国这个度假胜地在网络上 已经被说成是一个等同于 缅北和金三角的罪恶之地 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 其实泰国跟马来西亚只隔了一条边际线 所以泰国一直以来 都是马来西亚人最爱去的旅游之地 因此我从来也不会认为说 泰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毕竟我也是一个曾经到泰国旅游超过5次的人 但是这一次 从现在这个开始 我真的觉得泰国太危险了 那前不久呢 我在泰国生活了两个星期 也确实观察和了解到了一些 当地的文化以及安全隐患 相知问题 黑市交换 地下赌局和危险的毒品交易 在泰国呢 也确实如暗影一般 悄然存在 作为东南亚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的泰国 在2022年入境的客人人数 就已经超过1000万人 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华人 会到泰国去投资经商 尤其是中国的资本公司 今天就要10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一起深入探讨 泰国的5大安全隐患问题 尤其是最后一条 要到泰国旅游的朋友 就一定要注意啦 在一边之前记得要follow我的ig 还有花三秒钟的时间 先按下方订阅按钮 以及小铃铛 123 除了箱子问题 其实最近呢 就有注意到马来西亚的一位网红博主 他在泰国的曼谷被偷盗的事件 这影片呢 我会放车来让大家看一下 那确实其实在泰国的一些热门城市 比如曼谷啊 巴达啊 还有布基等等呢 都真的会有一些 偷盗啊 诈骗的犯罪行为出现 尤其是在一些热点的地方 比如说济市啊 商场啊 公共交通等等 所以我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 你的钱财千万不要露眼 一定要保护好 然后装好在你的包包 你的包包要背在前面 而不是背在后面 因为说实话 旅客真的是很容易会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 毕竟比较好偷啊 不过呢 也要说一句公道话 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 他都会有爬手的 毕竟我在巴黎的时候 也遭遇过一次爬手 所以旅客一定要保持警地 注意保护个人物品 另外呢 其实泰国也存在着各种类型的诈骗活动 比如假冒旅舍 假冒警察 假冒官员等等 去跟你索取闲材 或者是你报名的一些旅团啊 到最后他不见了 跑路了 你的钱都没有了 所以啊 我这边要奉劝大家 一定要去找一些很正规的旅游机构 去报名你的旅游团等等之类的 最后一个提醒是 我觉得大家来泰国旅游 一定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他的交通工具的问题 如果你打多多的话呢 你一定要小心 或者是这些路上的一些taxi 因为他们会乱乱开价 甚至呢 其实很久以前有发生过 就是他在他带一些不知道哪里的地方 然后就因为语言不空嘛 然后就随便放下他 所以我来到这里这么久呢 其实我一直都在用着这两个APP 去承搭交通工具 我觉得很安全 而且他的价格不会乱乱被人家砍价 那大家都知道 在泰国已经大马合法化了吗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 在你的国家是犯法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 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去尝试 因为呢其实很多的国家 他们会从泰国落地的飞机呢 去随机抽查一些旅客 然后做料件 我觉得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其实呢 泰国在东南亚是处于一个 黄金的三角地区 也就是说 它是毒品生产 以及分销的重要枢纽之一 在泰国的一些边境呢 它是被用作毒品走私的通道 并且呢也可能在本土贩卖 而泰国的毒品成瘾 以及相关的犯罪问题也较为严重 尤其在一些城市贫民库和社会边缘地区 不过呢 其实这些地方呢 一般旅客也不会去 那相反呢 旅游区的治安其实相对来说还是蛮安全的 还有大家要注意 因为大麻合法化 所以有些商家也推出了相关的饮料 以及食物 但是呢 他们都会在包装上印着有叶子的图案 大家记得要看清楚 不要误实咯 那泰国呢 是一个受性旅游 以及社情行业影响很深的国家之一 在过去几十年里 也确实衍生出新犯罪和拐卖人口的问题 尤其是在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 娱乐场所和红灯区 不过泰国政府 今年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严厉措施 来打击新犯罪 加强了执法力度 也加强了对旅游业的监管 而这里不得不说 其实拐卖人口这个问题呢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当然它也影响了泰国 被拐卖的人们会被非法贩卖为劳工 新工作者 或者是其他刑事的奴役 甚至会失去性命 尽管泰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但是这些问题呢 仍然存在 是需要被关注的问题 所以身为旅客 我们应该要遵循最基本的安全措施 以及提高警惕 尤其是避开危险区域 话说到这里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了解一下 南部地区的冲突 其实它的根源复杂 因为其中包括了宗教啊 民族啊 还有经济的因素 泰国南部靠近马来西亚 尤其是最南部的三个府 是在泰国1909年根据英贤条约 至马来亚取得而来的 当地的居民主要都是信奉 伊斯兰教的马来人 这一代呢 曾经由马来族建立的 独立的北大年苏丹国 因此当地的马来族穆斯林啊 分离主义活动是非常活跃的 民族关系错综复杂 社会动荡 那当地的一些穆斯林居民啊 他们就认为自己在政治经济 以及社会方面呢 都是被边缘化的 并没有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这就导致了一部分的人 会通过一些非常激进的手段 去表达他们的不满 包括破坏以及伤害别人 他们袭击的目标包括政府的机构 军事设施 学校 寺庙 和商业场所 目前泰国政府与叛军 于2019年开始展开和平谈判 并且优伯国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林安华领导的政府 充当调解人 不过这一项和他面临着许多的挑战 包括分歧复杂 双方的信任不足 以及基金分子的存在等等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大家就尽量避免去南部旅游咯 那有关注国际新闻 或者泰国当地新闻的朋友呢 就会知道近年来啊 泰国其实发生了很多次的政治动荡 其中就包括军事政变和政治冲突 这些事件通常涉及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争议 包括增夺权力 政策分析 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 政治运动会延伸出思维抗议 集会等等 这些都会对治安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呢 这些抗议活动它不会突然出现的 所以旅客呢 应该要密切的注意当地的一些政治新闻啊 还有在规划旅游的时候呢 就尽量避免去这一些可能有动荡的地区 千万不要去受热闹 千万不要去受热闹 很重要 所以我要说三次 最后当然是一定要做好功课 才去当地游玩咯 我的频道内容呢 也一直在提倡大家 一定要了解并且尊重 不同国家的一些文化 它的习俗 还有它的法律 如果你要到不同国家去玩 当然要去了解他们国家的法律 你才可以安全的被保护呀 那在我的影片最后呢 给大家科普一下泰国的紧急电话 如果你有要危险 或者是你有需要被帮助的时候呢 就可以找以下的联系方式咯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你觉得我是没有帮助 就要按赞,留言分享 别忘记按订阅 以及小铃铛 分享给你关心的朋友 以及家人 或者即将到泰国旅游的小伙伴吧 哦对了 大家有没有值得推荐的泰国餐厅 或者泰国的旅游景点呢 赶快在底下留言让我去探字见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